从前有一位国王 他从巫师手中得到了一瓶长生不老水 国王非常高兴 但是在喝下这瓶水前 他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于是他召见了最聪明的商人 和最勤恳的农夫 国王问商人 你觉得我该不该喝长生不老水 商人恭敬地答道 尊敬的陛下 长生不老水可以让您看到您的王国越来越富强 人民越来越富裕 您难道不想亲眼见证历史吗 国王想了想又问农夫道 农夫你怎么看 农夫壮着胆子问国王 陛下您是愿意听好话 还是愿意听实话 当然是实话 好的陛下 您喝了长生不老水 得到了长生不老 可是您的妻子子孙 以及其他您爱的人 却没有这种能力 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老去 却无能为力 到时候您只能自己一个人都灵灵地活着 既然我爱的人全都死了 那我还要什么长生不老 说完 国王打碎了瓶子 继续和他爱的人过着快乐的生活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国王该不该喝下长生不老水呢